今天剪短一个视频教大家如何利用学法的设计来帮助你管 哇靠这眼睛亮的 瞎了 Steven还是比较以先见之明的 这个戴了这个眼镜 OK镜头交给Steven 在介绍雪板的设计之前 我想让大家熟悉一个概念 叫做Early Balance 就是尽早的建立平衡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Early Edging 尽早利刃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过于高端了 对于广大的滑雪爱好者来说 我们还是讲的尽量浅写一斗比较好 所以如果一弯是这样一个弧线的话 可能之前大家的滑法是在弯的这个部分 才能够建立平衡 而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在弯的这个部分就建立平衡 这样子的话 接下来想做的事情都会简单很多 怎么做呢 就是要有一种paddling的感觉 就像踩水一样 轻重脚长短脚 我做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左边是外侧脚 这边重这边长 右边重右边长 然后再马上换过来 左边重左边变长 再换过来 右边重右边变长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 弯的最初始阶段 就可以把新的外侧脚 带入新的弯 而不是在这里才建立平衡 对于广大滑雪爱好者来说 大家应该都了解滑雪是靠转动你的腿来达到的 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该转动腿 该转动多少呢 只需要在弯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了 弯的下半部分 我等一下再讲 如何转动呢 结合我刚才说的轻重脚长短脚 我们可以在 新的外脚介入的时候 直接人站直一点 这样雪板就会变平 雪板变平的时候 它会 自己往坡下掉 我们再看一眼 我现在是比较弯曲的状态 我这个时候如果站起来 站在新的外脚 它会变平 雪板开始往山下掉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无论你是想滑大弯 还是想滑小弯 弯的上半部分 你只需要人站起来一些 把重量放在新的外脚上就可以了 无非就是 如果你想滑大弯 你可能转动的慢一些 如果你想滑小弯 你转动的可以快一些 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是想滑大弯的话 我可以转动的慢一些 这样子 如果是滑小弯的话 可以转动的快一些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达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雪板的设计呢 是前面长 后面短的 那么就意味着说 前面这部分 一定是比后面这部分要重的 所以在弯的初始阶段 如果我们把它放平的话 它一定不会是这样子 往山下走的 现在是我在控制它 如果我完全不控制它的话 它应该是板头先往山下走 给大家看一看 我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外力 只是把它放平站直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双板会Self Turning 现在这是现代雪板的设计 只要你把它放平的话 它一定会板头开始朝着 Fall Line滚落线往下走的 现在呢 我们开始讲弯的下半部分 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板的设计呢 是板头宽 板腰窄 然后板尾又宽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板的侧面就是一个弧线 所以当我把这个板子 放在我的脚下的时候 只要我压住它的 这条弧线 这条刃 它就会带着我 往侧面走 我给大家演示看一下 那么刚刚讲完了弯的上半部分 拐大弯就是转动的慢一些 拐小弯就是转动快一些 那弯的下半部分怎么样呢 我们是通过利刃来实现的 就是更多的bending 关于这个bending呢 我有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你的内脚 banding的后半部分 斜的地方 有一个小圆凳 我们这样尝试去 做这个小圆凳 你看当我做这个小圆凳的时候 我的利刃角度 会变得越来越大 为什么要说这个利刃角度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当我给它的压力 不是很大的时候 雪板就沿着它的这个 side cut 就是它的这个侧切线 这样拐过去了 当然如果我把它立在雪上 立刃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的中间压得更弯 这个时候雪板的这个side cut 弧度半径就变得更小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划更小的弯 如果说你想逐渐的把这个弯收紧的话呢 你就逐渐的去坐下去 给它加压就可以了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这个雪板 给它不同的压力的程度的时候 它的弯的下半部分 对应的弧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 我朝滚落线方向走过去 先准备拐一个右拐弯 我给它不是很大的压力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弯的形状 上脚的后半部分 有一个椅子 我再去坐它 现在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这次给它多一点压力 看这个弯形是怎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没有 弯形明显比我现在这个弯形要大了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转不同的弯形的话 在弯的上半部分 就是你转动腿的快慢 在弯的下半部分 就是你对这个板压的控制 多一点压力 或者是少一点压力 刚才如果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都能明白的话 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给大家示范一下 弯的上半部分 转腿 就是尽早建立平衡 转腿建立在新的外腿上 然后弯的下半部分 就是坐椅子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看 转腿坐椅子 转腿坐椅子 再转腿再坐椅子 转腿坐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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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一套动作 做得非常流畅的话呢 大家应该能发现 这个雪板呢 其实会带着你转弯的 弯的上半部分 会带着你朝滚螺线 弯的下半部分 会带着你 结束这个弯 across the hill 就是往山的横向走 那希望这一期节目 对大家的滑行 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